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餐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分享 道正法师的开示 倾听恒河的歌唱 第三集 人对于生命的遭遇 常常充满了抗计 你看擦一条白胃管 一条塑胶管 从边上插进去 这样的挣扎 其实你不挣扎 不会那么痛苦的 如果你很勇敢的 就把它咽下去 你不会那么痛苦 但是你一挣扎 你抗拒你执着它 这痛苦就一再一再的加倍了 这是另外一个下咽癌的患者 这个癌呢 长在他的咽喉 他没办法吞咽 呼吸也有困难 所以呢 从这个肚子擦条管子 喂东西吃 从喉咙呢 再挖着孔啊 好呼吸 在他要临命中前一段时间 可以说是每天小出血 两三天就一次大出血 在他大出血的时候 血啊 从这个嘴里头吐出来 从鼻子里头冒出来 从这个喉咙的气管插管冒出来 作为一个医护人员 我站在他的旁边呢 只够拿一个弯盆呢 给他吐血 给他这个动血 这个血啊 留在止不住的地方 就这样眼睁睁 他从这个咳出来的血 喷得我整个衣裳都死 整个手啊 这个血凝固在我的手上 看着他的眼睛啊 整个像红金瀑雾这样 充满了恐惧 而且当得非常的大 我们在旁边全身血淋淋的 这样来接他的血 喷叶啊 只好请我的室友 给我带一件衣服来换 我的衣服啊 是可以换的 而他的是不能够换的 你知道吗 他在一动弹 就又要大出血 这个手脚上面啊 是拼命的在输血进去 这个 这些孔啊 又拼命的在冒血出来 就这样子的 折腾啊 折腾 人要 好好地闭上这个眼睛啊 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你没有相加体会啊 这是每一个人啊 哪一个人反应的是我们自己 那还不可说呢 这是一个 16岁的男孩 这个男孩 他 总共啊 在他16年的生命里头 脑子已经开了四次刀 其中有三次在同一年里面开 开完了以后 你看他的脑部 骨头都拿掉了 只凹下一个洞 前面我们看那些口腔癌的 可以失去嘴巴 可以失去喉咙 可以失去各个地方 也可以失去你的脑袋 我们今天有嘴巴 为什么不多说一点好话 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为什么不多互相的鼓励 劝勉 慰爱 我们为什么 不好好用我们的嘴巴 多念念阿弥陀佛 我们可以失去我们的脑袋 我们为什么 又不用我们的脑袋 好好地来想这个佛的光明 佛的无量光明 无量寿 如果你想想 有一天会失去脑袋的话 这也是一个年轻人 半夜出去 可能看了那个 什么不良少年一眼 就被捅了一刀 躺在路上 被抬到医院里头来 记得那天半夜 我们替他开刀 他开刀前 因为他既没有半个家属 能够赶到 只好先跟他照相 免得这个刀开下去 有个三长两短 将来不知如何承担 在我们这个社会 做好人也不太容易 就是 长子都跑出来了 他才刚刚订婚 还没结婚 你可以想象 他未婚妻后来 感到的那个样子 因为我们肚子里头 并没有装些什么 很美观的东西 这个 佛告诉我们 这个不静观 人可以常常地 观想一下 如果相亲的时候 拿这张照片出去 能够答应的人 那才是 可以跟他结婚 像这个 骨头折断 要拉 把这个骨头拉开 上面插一个 这个 这个金属的棒子 进去 下面一支 然后两边这样对拉 这个照片 没有照到脸部 只有照到脚而已 但是你已经可以想象 这个脸部的表情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有什么安详 微笑的表情 没有 可以自己蠢垛一下 那 你看过那个夜市场 卖那个烧鸟疤的没有 就这样子 一支一支 串起来 所有会发生在 其他众生的痛苦 都可以发生在 我们身上 当这个事情 轮到你的时候 你觉得 非常的痛苦 一点都不好玩 但是有时候 我们很轻易的 把它加在 其他众生的身上 请大家 不要这样做 这是一个 子宫颈癌的病人 因为 他的肠子 下段发生 比较厉害的初血 所以就做了一个 人工肛门 在这个肚子上 每次他来的时候 就向我哭泣 他的先生 多么早抛弃了他 含辛如苦 带了几个小孩 哎呀 这个小的是多小啊 才几年级 他就得了这个病 每天啊 都在忧愁中过日 其实他的子宫 经过治疗 我们已经把它治好了 他本来可以回去 过着快乐的生活了 假使他懂得 人生的智慧的话 可是 癌是可以治疗的 但是 患苦啊 在内心 却是除不掉的 他做了道士线治疗 做了手术 就是 扫紧了 我们的佛陀 替他开了一个刀 这个真正的好刀啊 要从心里头开 把你这个 烦恼的根源啊 把它拔掉 我们可以看看 这位老妇人 她来的时候 眼睛用纱布盖起来 当我打开的时候 我的心里 真的是愁痛 这么样一个 慈祥的老妇人 她的眼球 被挖掉了 因为眼球 长癌 只好挖掉了 可是 我们有没有想到 我们在餐桌上啊 常常用一个筷子 就把鱼的眼睛 这样挖掉了 当这件事情 出在这么一个人身上 的时候 你觉得很痛心 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 撕去我们的眼睛 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想一想 海伦凯勒 他这个盲人 曾经写过一篇 如果我的眼睛 能够亮三天 我们既然可以 在各种情况 撕去我们的眼睛 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 要看一些 不清静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 不妄想佛陀的词眼 我们为什么 不妄想无量光明 我们常常 用我们的眼睛啊 在看 这个周遭的垃圾 剪剪别人的垃圾 放在自己的心里 剪久了以后 整个内心 像一个垃圾桶一样 发臭 请张开我们的眼睛 趁他还能够看的时候 多看看别人的长处 学习别人的优点 多感受一下 多看看 阿弥陀佛 盖目澄清四大海的眼睛 这十道癌的病人 呼吸有困难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气管插管 帮助呼吸 这条管子呢 从鼻子插进去 好未死 你看到他 很吃力的咳嗽 再看看 这也是一样 挖一个洞 我们并没有联系他的痛苦 可是啊 当这个做气管插管的人 是你的妻子 你的母亲的时候 你会为他每一个咳嗽感到痛心 也许有很多学长都看过 这个老妇人的照片 这老妇人 这老妇人当她的肿瘤很小的时候 她不愿意治疗了 后来呢 整个肿瘤烂到穿过了胸壁 你可以从胸壁看见 她的肺 随着呼吸起伏 这个老妇人 为了这个伤口 非常的折腾 她住在园林呢 每天呢 因为她在园林 找不到这个 开业医师给她换药 外科医师 开业的 通常不愿意承受太多的麻烦 她每天坐车 转车 来到医院 来换这个伤口的药 她从来不敢看她的伤口 我替她换药 她都是看我的表情 看看今天她伤口是不是比较好 我必须要练习 练习到呢 我看到这样的伤口的时候 我可以带着微笑唱阿弥陀佛 告诉她说 比较好的 叫她跟我一起念佛 她看我表情很愉快 她以为她的伤口会比较好 事实上这是一个烂的 不可收拾的伤口 她没有钱住院 一天如果不换两次药 这个整个伤口就要发臭 那个脓就要流出来 所以只好一天换两次药 早上换一次 然后她就整天在医院里头 走来走去 或坐或走 来过她的一天 就这样情形大约有一年 这病人后来去世 她去世以后 她的女儿打电话给我 她电话里就哭着说 我的母亲呢 她在临命中前 说要见你 那天晚上我就到她家里去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寒冷的夜晚 我搭着车子 在黑暗中看着窗外 感受着一个癌已经蔓延到全身了 骨头都酸痛的老妇人 身上有这么一个伤口 怎么样孤独的每天坐这一趟车 她不是没有孩子 但是她的孩子没有去赚钱 谁来付她的医药费呢 一个寂寞的老妇人 当我去到她家 辗转换车去到她家的时候 一道 一座土墙的房子 进去家屠四地 就是一口棺木 放在屋子中间 几个孙子啊 在旁边闹一闹 这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她的一生 她贡献出了她的所有在她的家庭 这是她的一生 我不晓得她的感受 我也不晓得大家的感受 在我们短短的生命中 如果你没有闻到真理 我们已经这样啊 虚度了多少生 佛经里头有一句话说 你回手看看 我们的尸骨呢 就像虚弥山一样 我们为了这个 爱别离 所流的泪水 像自大海水那么多 再看看呢 这也是一个肿瘤的病人 她的肿瘤长得非常的大 可以说有三个头那么大 当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以为有一个小孩 附在她的头上 这种感觉 可是 你不要看 这么大的痛苦 这个人非常的幸运 在她这么痛苦的时候 她听到了佛法 她感叹的说 可惜我听到的太晚 但是 只要及时发心 什么都不晚 在这种情形之下 别人已经哀哀叫 但是呢 各位可以看到她 可以合掌念佛 她把她的心呢 交给阿弥陀佛 她把她的所有财富 可以说宝贝通通献出来 她交代了我 她的临终大事 然后呢 还有一次 她告诉我 拿了五百块钱给我 叫我给她买花的那个种子 她说要种在这个寺院呢 或是种在念佛 今夜今世的外面 让这个花长大了 这个花好共佛 长年可以共佛 我在想 我们一个所谓健康的人 都没有像她有这么美的心境 你也许觉得她的面貌不美 可是 当你像她这样面貌不美的时候 你有像她这么美好的心境 她把她最后 这个她说她心爱的这个一条金链子 她的母亲送给她的 献出来她说你帮我卖掉了 给我印金啊 供养三宝 随便你做什么 只要供养三宝 利益众生 难得 这么样的大痛苦里头 她还能够有这么美的心境 你可以从这里感受到佛法的力量啊 就是我一个八十岁肺癌的病人 她是安老所的 活到八十几岁 她说五岁父亲就死了 八岁母亲就死了 多苦伶仃一个人 活到八十几岁 可以说 长进了人生的悲欢离合 老来呢 得了肺癌 就这样躺在床上 有一天半夜里头进去看她 她抱着枕头说 我会挡起 我会挡起 起来呢 摇摇晃晃的人也站不稳 就这样的碰 弄伤了 每天呢 费尽九零二虎之力啊 叫她刷牙 劝她刷牙 她都不肯刷牙 她说 人要死了 刷牙要痛什么 这个人要死的刷牙 做什么呢 她不肯吃东西 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说啊 人都要活活的饿死 好不容易我打药啊 把东西放在她嘴里 她硬是不肯吞下去 后来呢 大小便也没办法进 整天呢 拉屎拉尿在床上 就这样子 这个床单来不及换啊 没有人能够跟在她旁边 这样换床单 连衣服也没办法穿 床单也没用 皮包骨的躺在那里 不愿意吃饭啊 只好打针啊 这个手啊 已经千疮百孔了 这叫做苍老啊 也许你要是看到人家 啊 早死好可怜 你要是看到活得很老 也许就更可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还有下一集 请大家继续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